大家好 5月份温度静静的升高了 有些地区已经达到了30度左右 养护叶极花5月份最关键的就是虫害 我这盆叶极花前段时间也出现了虫害红极株 经过这样处理 红极株基本上根除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根除红极株最有效的方法 用矿物油准备好一个喷壶 是500毫升的水 充分的摇晃均匀 然后给它喷洒均匀 喷洒重点是叶极花的背面 因为红极株都是躲在叶片的妹面 或者是盆土的表面 重点是这两个地方 不过喷洒要全部喷洒均匀 有三个特点 一是针对红极株 而且杀虫范围非常广 第二个就是无毒 无刺激的趣味 特别适合家庭使用 第三 用一种药物就可以了 不会产生耐药性 因为这种是矿物油 能起到一个沾沙的作用 根除红极株之后 我们接下来最关键的养货就是杀菌 因为从此耕食了这个叶片 流下非常多的伤口 为了防止病害发生 我们用多菌磷 一对一千 每隔十天喷洒 提供一个无害菌的环境 这个叶极花才能健康的生长 好了 再见 再见 再见